市府公布多市公共交通系统 未来30年发展大计 总投资额达300亿家园 联邦人力资源报下达裁员通知 2000名公务员受影响 敘利亚首都一间电视台遭袭击 案栏宣布30号 在日内亚举行敘利亚问题或细背议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星期三,6月27号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佳欣,新闻的详细内容 多伦多市府今天公布了一项 需时长达30年的大规模公共交通网络的建设计划 如果计划得已落实 多市的公共交通网络到时候将会覆盖整个大多地区 市府希望以提供物业税的方法联会这项工程融资 公车局主席施婷斯今天公布了这项名为 One City Transit Plan的建设工程 工程后支预计达300亿加元 这笔钱将会来自民众的物业税加价 工程包括6条地铁线路 6条货车线路 10条轻轨线路 5条公共交通线路 以及5条街车线路 要完成整项工程将会耗时30年 为了达到工程的融资目的 计划建议市府每年增加1.9%的物业税 将这部分的收入单独投放到公共交通建设方面 工程全面完工之后 多市的公共交通网络将会覆盖整个大多地区 目前工程的第一步 是以地铁取代Kennedy和Shortet之间的轻铁 另外在2015年泛美运动会之前 市府还打算将街车线路 伸延至多市的沿湖地区 市府还将会在未来 制定额外20项优先工程 市庭司强调 一个完善的融资计划 对于这次的工程来说很重要 而这次也是早前市长福特 标志的公共交通计划当中不具备的 根据这次工程的提议 民众物业税加价的第一年 升幅为45元 再过四年之后 升幅就会是180元 市庭司说 以物业税加价的方式 投资公共交通系统是合成合理 因为交通发达 物业价值也会有所上升 目前市长福特仍然未受 这项大规模的计划发表评论 计划将会在7月份 上轿事业会进行讨论 搜救人员今天 继续在埃利奥特湖市的 Algo Santa Mall 倒塌的废墟当中 寻找幸存者 有两个怨难者的尸体 今天已经被挖挖出来并运走 搜救队表示 虽然未能在废墟下 寻找到生命迹象 不过这样并不能证明 被困人员已经全部遇难 搜救队今天出动搜索院 寻找废墟下的幸存者 随后在商场倒塌部分的 扶手电梯旁边发现一具尸体 不过当局并没有透露死者的资料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 搜救队的负责人证实 第二名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挖出来 除此之外 废墟下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直至昨天 当局公布的失踪人员 一共有12人 搜救队在重型挖挖机的帮助下 连夜在废墟工作 由于挖挖机 无法伸延到建筑物倒塌的地点 搜救人员改游在建筑外部清理废墟 希望挖出一条能够走近内部的通道 多伦多士加堡地区今早早发生枪击案 警方在案发之后 拘捕了一名男疑犯 事发在Lawrence Avenue East 及Morning Doe Road附近区域 今早早8点半 一名男子被人射伤膝头 案发后 附近六间学校的预安全理由全部关闭 直至上午才重新开放 警方在今天上午宣布 已经在省警的协作下 在Linsley附近 将一名男疑犯拘捕 当时该人正打算逃亡厄调话 联邦政府为了达到预算案当中的热尺目标 决定大幅裁减公共部门的公务员 今天本国人力资源及技能发展部 下达了裁员通知 受影响的公务员超过2000人 在联邦的通知下达之前 人力资源及技能发展部 已经向超过1400名职员发出裁员通知 这次裁员虽然并不意味着 所有接到通知的员工都要离职 不过他们即将面临 同事争夺职位的情况 否则就将要离开公共部门 部长反映禮今天说 随着政府的互联网服务日益完善 相信这次裁员不会为公共服务造成影响 相反据预计服务质素反而会提高 另一方面 加拿大税务局以及余业部也都预计 会在今天对员工发出裁员通知 人数分别为最少540人和300人 另外 面临裁员的政府部门 还包括国防部、交通部、工业部、司法部、基建部 以及公共公园及政府服务部 联邦政府这次的公共部门裁员计划 预计将会在未来三年 一共裁减多达19,200名公务员 联邦政府的灭赤计划 不单止令公共部门大幅裁员 还影响到国营企业 维亚铁路公司今天宣布 可能裁员200人 相当于该公司现有职员的百分之九 联邦保守党分裁年预算案当中 对维亚铁路公司的撥款减少了650万 在2013至2014裁年 撥款将减少1510万 而到了2014至2015裁年 这个数字将会是1960万 虽然如此 维亚公司坚称 这次裁员主要是由于铁路服务的需求量减少 维亚公司说 不会暂停运作整段铁路服务 并将会扩大多伦多至满地可 维亚公司的调整将会由7月持续到10月底 裁员计划将会由11月开始 与此同时 部分地区的列车班次将会减少 包括满地可至哈里法斯 以及多伦多至温哥华 和安省南部的部分线路 联邦司法部长李可心今天宣布 赋予民众更多自我防卫 以及逮捕犯罪分子权利的法规 即将生效 在新规例之下 不再要求民众必须在犯罪现场 禽獲犯罪分子 不过就必须在罪行发生之后的 合理时间范围内采取逮捕行动 李可心今天在多市华国宣布这个消息 地点距离一间名为Lucky Moose的杂货铺 没多远 2009年 该杂货铺的老板陈旺 建议勇为禽獲小偷 结果就被警方控以他非法禁锢的罪名 虽然法庭最后撤销了控罪 不过事件就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 虽然对法规作出修改 不过魏可心说 为了自身安全考虑 民众在禽獲犯罪分子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只要在合法范围 而且当时警员不在场的情况下 才可以行使逮捕权利 而且事后必须马上报警 李氏颁布的新法例 更简化和完善了自我防卫 以及正当保护个人财物行为的条文 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 将不会面临刑事制裁 不过法庭将针对不同的案情 界定正当防卫的范畴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会有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现成推出海洋三省七天豪华团 三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均有优惠 欧洲六国八天精选美景之旅 抢先体验伦敦巴黎蔡英河谷 豪华游轮全城最平 七彩云南八天豪华行程 全城五星级豪华酒店代理畅游 昆明代理丽江 天宝旅游让这个人生旅程更精彩 最新的百爵豪丸2150Condos 位于Lawrence 加沃顿和Bertman中间 由意大利名师设计 豪华典雅 设备完善 价钱由18万8千起 9尺楼底 赤格之下由330元起 并奉送车位及储物室 推广期间还送现金5000元起 欢迎经纪合作 请致电特约代理商 This is Realty 国际地产 416-888-7899 416-888-7899 阿沃大多地区都市脉搏 捕捉华人聚焦热点故事 陈国志认为 埃省执政自由党做得非常不错 例如医疗等候的时间 仍然是全国最短的省份 并呼吁支持自由党 特别的次表演 呼吁大家来的 有玩火把 这个是特别精彩的 Las Vegas已经是表演 特别嘉宾来给我们这里慶祝的 大多故事每天下午 Las Vegas 5 与您相约 村民将大型的家电搬到高处 一些家具未来得及搬走 只能够跑在水里头 此外村附近的农田亦都受浸严重 辣椒黄坚花生等农作物都不同程度的受灾 各位观众晚安 继续在新闻时间 国际方面的消息 聚里亚首都大马市甲 一间支持政府的电视台 近日遭遇恐怖袭击 造成7名员工死亡 袭击发生前没多久 大马市甲附近地区 刚刚发生政府军和反对派的火火 政府军试图清理隐藏在大马市甲郊区 哈马和富德萨亚地区的武装人员 随后和反对派武装力量 聚里亚自由军在当地展开激战 近来 聚里亚国内冲突持续升级 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 在多个地区薄火 造成伤亡 联合国亚盟聚里亚危机 联合特使安南 今天发表声明说 将会在30号 在日内亚召开聚里亚问题国际背议 安南说 他今天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 法国 俄罗斯 英国 美国 以及土耳其 伊赖克 布威特 和卡塔尔的外长发出参会邀请 他还邀请联合国秘书长 阿盟秘书长 阿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出席尼茨贝尔 声明说 尼茨贝尔的目的 是确定相关步骤和措施 而确保安南的解决处理压危机 六項建议 和联合国安理会第2042号 以及第2043号决议得到落实 包括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活动等等 会议还将会讨论 符合赘利亚人民正当诉求 由赘利亚人民主导的政治过渡的指导方释和原则 以及实现上述目标的相关行动 在上月25号 胡拉斯屠杀事件发生之后 持续15个月的 赘利亚动荡局势进一步恶化 赘利亚总统巴沙尔·阿法德 昨天首次表示 赘利亚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并要求刚刚改造的内阁 全力以赴赢得战争胜利 由于六項建议 未得到有效实施 安南本月提出召开 必须有主要国家参加的贝尔 商讨着利亚亚基的出路 俄罗斯认为 愚会国应该包括伊朗等等 对地区事务有影响的国家 不过美国就明确反对 伊朗参加相关会议 另类黄伊莉莎白二世 今天在贝尔法斯特剧院 和前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 現任新分党领袖 北爱尔兰地方政府第一 副首席部长麦吉尼斯 历史性握手 这次贝勿 是在女皇出席一个 慈善组织举办的活动中进行的 女皇分别和麦吉尼斯 在闭门会面 和公开会面中能是握手 出席这次私人贝勿的 还包括菲利普亲王 沃尔兰总统希金斯 北爱尔兰第一首席部长罗斌讯等等 对北爱尔兰的访问 是英女皇登基 转禧年庆典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的活动 是要纪念艺术对叛和冲突 以及构建和平方面的作用 并不包括在女皇 转禧庆典活动当中 英女皇和新分党领导人 麦吉尼斯的握手 被认为具有历史意义 上世纪60年代 北爱尔兰曾经爆发 为争取独立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新分党领导人 曾经长期抵制英国皇室成员 对北爱尔兰的访问 1979年 菲利普亲王的舅舅 蒙巴顿分着 在爱尔兰度假时 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死 1998年 不爱尔兰和平协议签处之后 爱尔兰共和军宣布 停止长达30年的 反抗英国统治活动